香港的一位中醫師 今次我要給你們示範 怎樣去減輕 酵喘 酵喘的形成 是環繞在喉部周圍的根脈 抽縮了 借使兩邊喉核 腫脹而壓著喉管 喉管變窄了 而成呼吸不暢 當酵喘侵襲時 時常會上氣不接下氣 辛苦非常 且會引致窒息而死亡 仍嬰兒或兒童 有酵喘的非常普遍 酵喘目前還未有可以醫治得好 我這裡介紹的方法實在有效 請你拿起一支陳氏用具 或者一支原子筆 甚至一隻筷子 跟著一步一步去磨滑 在左頸側磨滑15至20下 在右頸側磨滑15至20下 在前頸側磨滑15至20下 在前頸側磨滑15至20下 在頭的左邊磨滑15至20下 在頭的右邊磨滑15至20下 在頭的右邊磨滑15至20下 左牙膠磨滑十五至二十下 在右牙膠磨滑十五至二十下 在左鼻側磨滑十五至二十下 在右鼻側磨滑十五至二十下 在鼻鼻中间磨滑十五至二十下 在鼻梁上下磨滑十五至二十下 在下巴左边的喉管磨滑十五至二十下 在下巴右边的喉管磨滑十五至二十下 在右边的喉管磨滑十五至二十下 在後管的上下,磨滑25至3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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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後管的上下,磨滑25至30下。